Hello大家好,我是修修,歡迎收看這場河池對小孩的一個對決 河池用的是這個阻力,小孩用的是三位來挑戰這個河池 小孩這次也是用這個大豬,用這個豬頭模式,還在前面,來對戰這個千赫 人不太好打呀 阿豬在酒吧,活的人太少了 說明這個人的角色呢,他的套路不多 只能以牽制為主 小孩現在攻得很猛,漂亮,相殺,繼續壓 小孩賺球的手術很快哈 用這個注射,卡這個距離,卡這個位置 剛好這個下拍拍到小孩亂動 時間快到了,聚集生命中 打開距離,活住小孩,滑起來可以 可惜,可惜有一點皮啊 在0秒的時候還在一個反拍 差點就被打中了哈 繼續看一下,看看這個小孩看著拉爾夫的表現 用這個重手啊 漂亮,再一個下一場招 一上來打了一個POP 赫菲啊 嘿嘿,這一次CD被鋼到 好,跳CD,追擊,發波 來,拉開距離 依舊攻得非常的兇猛 小孩現在在角落,AB過來 好,這個跳A居然被核實 搶到了一個下板哈,很優秀 剛才這個AB也差點中招啊 哇,降殺之後小孩沒辦法 小孩這一把應該說全程只能在招架哈 來看看他的哈維啊 他的Heavy啊,他的Heavy 打得如何 Heavy他的速度出招非常的快啊 而且打擊點非常的刁鑽 他的這個下攻擊呢 下彈攻擊你不知道他是掏你下盤的 還是你可以登防的啊 我不懂 喊血啦 還能有所作為嗎 再搏一個降殺,何時很開心啊 在這個時候我就跟你換血啊 這還很明顯啊 不上法的盪 這次呢,用個重手拿下來 好 一個轉,轉過來 重手防空 好,起身搏一個聖龍 防得穩穩的哈 小孩 啊,這次猜到他不敢動了 我來抓你啊 再來,逆向,誒,斷連了可惜 哇,第二次補上 接一個必殺 阿維非常的優秀啊 漂亮,點到四俠哈 再接一個必殺 很優秀啊 好的,視頻好看,記得點贊 關注秋秋,不易左溜 嘞 嘞 嘞 阿綺 完 那